第1135集 他又不是我爹 莫小玉听到石田杨平这么说 内心一脸 这下完全证实了 至少是石田杨平知道 宇田爱被下了降头这件事了 但是他到底还知道多少 自己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这件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的 否则石田杨平会更加的要挟自己 到那个时候别说是金百合计划的黄金了 可能会更加的压低自己的价码 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但是我说的什么意思 你肯定很明白 要么合作 要么咱们就此别过 谁也不欠谁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让鸿门的人难为你 你们想走 他们也不会拦着 莫小玉赤裸裸的不一写道 什么叫鸿门的人不会拦着 拦着不拦着 那还不是莫小玉一句话 那换句话来说 要是自己不答应 他自己可能真的就走不出香港啊 池田张六这个混蛋 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把自己一下子放到了火上烤 好吧 合作 没问题 据我所知 大陆方面对你可能不太公平 你在缅甸的那笔交易 被人给吞了 有这回事吧 石田杨平答应之后 又不放心地开始打起另外的主意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这样吧 你告诉我你们的消息来源 所有的合作我不再有其他的要求了 怎么样 莫小玉问他 你想得美 这样的一个消息来源 不知我大日本帝国花了多少心思维护起来的 怎么可能告诉你 说句不客气的话 我们所有合作的价值 都比不上这只燕鼠的价值 况且来说 我也不知道消息来源 因为我不负责这一块 你问我也没有用 石田杨平得意地说道 那好吧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莫小玉说完转身要走 不谈这个还可以谈点别的呀 我知道白鹿和你在一起 我希望能把他留下 石田杨平咬牙说道 什么意思 莫小玉连忙问道 我这双胳膊是怎么没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莫小玉这才明白 石田杨平所谓把白鹿留下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要报仇啊 他的胳膊被算计之后 他一直都隐忍不报仇 就是因为想要借助秦凯生策反白鹿 哪知道白鹿不但没上当 反而是把莫小玉送到了日本 把秦凯生给宰了 那这样一来 自己也就没必要留着白鹿了 所以 牙字必报的性格就体现出来了 一定要让白鹿生不如死 我劝你一句 你的胳膊和白鹿没关系 你也不要再打他的主意 要是想合作就好好合作 要是不想合作 凡是对我女人不利的人 我都他妈会宰了他 包括赤田张六 我不怕你给他带个口信 这仇我要是不报 我就不叫莫小玉 我会用他的人头 来祭奠我的女人 莫小玉咬牙切齿地说道 石田杨平一愣 他没想到白鹿 也和这小子勾搭上了 这倒是让石田杨平很意外啊 莫小玉回到医院时 白鹿已经出去到处找他了 莫小玉和他联系后 半个小时之后 他才回到了医院 石田杨平在香港 你最近不要出去乱跑 刚刚他还说到你了 他可能还惦记着报仇呢 莫小玉不带白鹿说话 自己先把他的话头封住了 你去找他了 这事和他有关系吗 白鹿问他 有没有关系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山口组的一切消息 别人可能很难知道 但是石田杨平有这个能力 莫小玉说道 白鹿叹了口气 他知道 此时劝说莫小玉 不要意气用事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此时他正在气头上 谁劝都没用 如果要想和他 能说到一块去 那只能是顺着他来 帮他想办法 怎么多了解一下山口组 这可能是最能让他心动的事了 那你接下来 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报仇了 其他的事都不做了 白鹿问他 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 他什么时候来香港啊 明天就到 我会把准确的时间告诉你 石田杨平也在香港 这是巧合吗 这件事背后 是不是也有石田杨平的影子 白鹿叹没问到 你问我 我问谁家 我只是想说 你们内部还是没有干净 我在京城河拓八千碗那笔生意 被人黑了 连这么隐秘的事 石田杨平都知道 我想问问 你们内部还有多少艳术啊 这些老鼠不挖出来 待到战时 这些人可能会毁掉全局的 你知道吗 莫小鱼说道 你和我说这些也没用啊 我不知道 我也管不了 哎 间谍工作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是正常的 但是明目张胆到这个地步 我真是开了眼了 哎 别说那些了 我负责的是文物回归 不是那些军事情报 我不知道也属于正常 白鹿 白鹿白了莫小鱼一眼说道 既然你负责的是文物 史密斯发布发表涉港言论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要你出来当炮灰啊 莫小鱼不满地说道 史密斯他不同啊 他也涉及到了一些文物方面 再说了 你不是和他也有特殊关系吗 白鹿说道 什么特殊关系啊 他又不是我爹 我和他有个屁关系啊 他明天就要来了 你赶紧教教我 我怎么做才能符合你们的要求 阻止他说那些敏感言论 莫小鱼不满地说道 我怎么做